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hello大家好啊 我是小貓 前幾天出了一支簡單介紹 V-Rising的影片 發現很多觀眾還是想問問 遊戲要怎麼樣開始 東西要去哪裡找 主線卡住 看不懂哪邊等等等等的問題 這邊就一一幫大家整理了 10點新手入門必知的懶人包 記得先把前一支影片看完 比較會知道這支影片是在做什麼 裡面也會聊到一些我自己覺得遊戲的特色很不錯的小細節 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大家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才會錯誤下一支的影片更新喔 好的 那麼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真的好玩嗎? 他真的很好玩 無論你是一個人還是十個人 是玩PVE還是PVP都真的很好玩 遊戲的細節很滿 讓你一個人或者是跟朋友們玩PVE都能夠很享受 地圖非常的大 可以讓你探索這個世界 挑戰這些出招都很有特色的BOSS們 一點一滴的培養建設你的領地還可以坐在王座上面 可以說是這同類型的遊戲中最好玩的樣子 而且即使是中途加入的朋友們 因為遊戲的系統並沒有經驗值的關係 可以很快速的透過跟朋友們穿同樣裝備的方式在同一個進度上 這遊戲的裝備都是階段性的 玩到一個階段就能夠做那個階段的裝備 那代表就是在那個階段取得這個階段的裝備材料基本上都是很容易的 加上遊戲的本身階段性逐漸推進跟很多的東西去帶遊戲的節奏 舉例來說像是遊戲中有更好的技能跟品質的血屬性等等 以及從前面變身狼到後面的馬匹等等 這些都讓遊戲的節奏不會倦怠作業感而疲乏的感覺 當然啊遊戲裡面的怪物的攻擊力度還有招式的變化也會更加的多元 也因為遊戲的死亡沒有什麼處罰 撿屍體就能夠取回所有的東西 所以如果是中途加入玩起來除了走位不太好會一直躺之外 幾乎沒有什麼特別難受的部分 可以說是老手帶新手拿一拿前面的東西跟技能 建築物的建築只要是同個聯盟的就能夠速通主線 東西也都能夠共享 就可以讓所有的人快速的跟上同個進度 再來是最多人問的 一定要很麻煩的去建伺服器才能玩嗎? 其實在前一支影片講的還算蠻清楚的 但是比較簡單的敘述了一下 這邊就比較詳細的跟大家解釋 遊戲總共分成兩種,一種是要架設伺服器用的 需要透過租用伺服器給所有世界上的玩家們看見 並且加入使用 另一種是可以用私人自己主機端給私人好友加入 以上的這些在架設的初期都是可以透過遊戲的設定修改規則 像是傳送門可不可以帶物品、日夜時間長短、密碼、聯盟人數等等 如果遊戲的內容還不知道大概玩什麼 可以點擊右上角的前一支影片介紹 在遊戲中吸血鬼的細節他真的做得很滿 舉例來說遇到陽光會燒死 遇到大蒜或拿著銀會有debuff等等 這些在電影跟書籍中的設定都非常的RP 玩家的吸血鬼主要是可以吸食動物跟人類的血液 植物跟骷髏頭等等這些邏輯不通了就不行了 吸完之後的血會到中間的血槽 可以理解是轉換被用血量的概念 但只要血槽中的血歸零 生命值也會開始扣血直到變成1為止 遊戲中除非是被怪打死或太陽燒死 不然是不會死亡的 另外跟大家分享 身為吸血鬼的大家可以互相露出脖子給朋友們吸個幾口 只是效益的部分我真的覺得除非非常緊急 不然真的平常用不太到啦 我自己個人覺得算是相當的平衡 他不會像是說有朋友就會超強影響到整個平衡這樣子 吸血總共有分為很多種不同的屬性 遊戲裡面上面會寫著吸血的類型跟趴數 類型裡面大概有分速度加成攻擊吸血等等 趴數越高代表是越好越優秀的類型 但不代表上面血的數字等同於你取得的趴數 他比較像是一種線性的成長 也有額外的階段性的屬性 舉例來說像是我們吸的屬性為生物的血 一個是8%一個是1% 他們都是屬於第一個階段3-15%的移動速度的這個階段效果 但是8%的就會比1%的跑速更快一些這樣子 這個呢是前一支遊戲裡面介紹的 我唯一沒有注意到說錯的地方 想要修裝備只要把滑鼠放在裝備上面 他就會顯示修理需要的材料 直接點擊中間就可以了 提醒一下呢遊戲裡面的裝備啊幾乎都可以穿一段時間 不會說因為你一個人進度飛快啊 跳級穿裝等等 欸除非你的朋友都很早全套幫你搞到好 不然裝備都是階段性一件一件上去的 都會需要修理 大家進來第一個很慌的應該都是這個問題 會開始想爬攻略找一些資料看去哪邊採集 其實只要打開地圖仔細看呢 會有很多一區一區黃黃的 這些呢都是會有區域性的產物 礦石啊植物寶箱櫃子等等 這些全部都會刷新 對也包含人類生物都會 特別呢要提醒大家 路邊的箱子啊能打能拆的全都要拆 為了驚喜也會有地圖上顯示 你要的素材都會在裡面 像我跟我朋友們一起打啊他們都不知道要敲箱子 結果最後一些很重要的像是獻材系列 這種前期沒有工作台啊靠搜做裝就會影響到進度這樣子 結果做一做我的裝等比他們多了10等這樣子 左上角跟著主線啊都會希望你去打哪一隻帶有V型血的王 這些王啊通常會解鎖技能啊製作台等等 需要點擊血之祭壇來聞血找V型血王的位置 雖然這些王跟著路線也都算好找 但如果還是有點懶啊想要有點進度的話 我這邊快速的放兩秒我整理王的地圖 那要看著自己稍微暫停看一下 好那麼這邊呢你可能已經打完第一隻狼王了 擁有比較高一點的跑速了 隨著傳送門的傳送啊在正常的設定下東西都不能帶著傳 可是又距離以後的資源點好遠怎麼辦 在遊戲的中期呢就有馬匹可以使用 這個馬匹呢也相當的有意思 大概在中期中間區域的地圖上面 資源點偏左邊呢這裡就有超級多的馬 甚至還有賽馬場 每個馬匹的體質都不同 有一些是慢跑馬有一些是汗血保馬 玩家騎上去之後啊馬匹就會在地圖上有馬匹的印記 代表他已經是歸屬於你們的馬了 記得呢餵他喝水不然會死掉 另外啊馬的屬性的速度最左邊顯示10 加速度6已經是中期裡面跑的飛快的馬匹了 當然啦騎馬也會稍微的會比較容易卡在旁邊的石頭 或者是人群 像是我朋友呢直接從我前面騎走烙幹 他速度太快呢那個距離一拉開 騎得比較慢的我贏頭就是一人一箭 我直接落馬躺地板 這個遊戲所有人物生物的動作啊 會在他攻擊要上的那個瞬間才會決定方向 而不是他擺好姿勢的當下的方向 所以呢如果沒有好好閃或扭動一下 超級容易弓箭碰一下就落馬了 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 除非你有像我這樣的朋友 猝不及防 前一支的影片我們有提到 居然可以讓吸血鬼奴役人類做事情 那具體該怎麼做呢? 左上角呢完成建設的技能之後啊 就可以學到一個支配人類的支配地位技能 這邊又要說說遊戲的機制真的要再稱讚一下 它的細節真的做得很平衡 如果你想要做仆人的棺材就會需要純淨之心 再用集血機把它弄成優質的血液精華 這東西呢算後期可以機器直接做 但前期要靠掉落 掉落的機率還不太高 但打路邊呢不會解鎖東西的V型小王 或者是其他中期比較強的怪物 都有機會有比較高的機率掉落 雖然他都是運氣運氣的 不過就算是一個人玩 湊齊四顆搞一口棺材都還算很容易 呃除非你全部都狂吞吃掉了 接著找個純樸的村莊 再找個手無寸鐵的水小人類 直接把他砍個半血 開吸吸到他頭暈跟著你回家 回家之後直接把他塞進箱子裡 讓他閉關撕過90分鐘 他就會完完全全的成為了你勤奮的勞工 這些奴仆有不同種類型 像我這隻是採集的 其他的部分就要稍微仔細的看一下了 最後是黑心商人 這個設定也是很有趣 身為吸血鬼的你啊 不只拿著銀幣會有debuff 作為人類的黑心商人啊 他就是要收銀幣 但他一看到吸血鬼就會來追殺你 該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就會先需要去打一隻 裁縫比阿特利斯的V型血王 非常的簡單 這隻真的是少數只會跑的王 吸完他的血之後 就會獲得能夠變身成為人的能力 透過這個能力變成人 再去找黑心商人就可以交易談話 雖然呢這個黑心商人 他賣的東西真的是有點黑心 一個帽子居然要賣我200銀幣 真的太貴了吧 除此之外呢 身為人類的你啊 跟他交易的過程中 如果你的吸血鬼朋友從旁邊經過 黑心商人就會直接轉身去追殺吸血鬼 這真的是估計有仇吧我猜 總之如果要交易 大家記得一起變身 或是乾脆離遠一點比較好 今天早上我開台的時候啊 還有觀眾問我說 直播給人家的感覺跟影片不太一樣 我覺得跟朋友們玩中風是真的蠻正常的啦 好啦雖然呢應該大部分都有補充了 但如果呢還是有錯誤或是微調的部分 我會置頂補充在留言區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我是小貓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超級讚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關注我的社群媒體帳號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哈囉你好啊我是笨笨喲 喜歡我的影片幫我分享留言按讚 還沒訂閱我的人趕快訂閱我喔 掰掰